大家好,爱吃鱼的小猫君又和大家见面了 松霍桥的星星Netflix影集《黑暗荣耀》 于去年12月30日开播后,收视率节节攀升 松霍桥首次挑战赴黑角色就受到大众喜爱 眼镜碾压前夫送中金刚结束的财伐家的小儿子 受到网民们胜赞比前夫的戏好看 黑暗荣耀迎风财伐家 姐姐还是依靠实力取生的等 松霍桥的眼睛令人刮目相看 凭一头乌黑的短发,干练利落 冷酷无情的表情以及犀利的眼神 全身上下散发出高冷的气质 全程颠覆了她以往很多景点的造型角色 突破了眼睛 看来这次作品《口碑对决》里 巧妹可谓是闻胜前夫 该却登上了各国榜单前排 在韩国更是几下潜伏送中金 采发家的小儿子登冠 一下子黑暗荣耀成为了新年爆款热剧 妥妥的开门红 对此松霍桥本人也在昨日 凌晨与阿基上的现实动态上 PO出了自己正在书店中 找寻书籍的死照 并写下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虽然只有短短一句话 但仍吸引了网友们疯狂转发 纷纷表示 姐如此淡定 我却如此疯狂 谢谢你带来这么好的作品 姐你值得 巧妹的精彩演绎让大家怒赞 但是也有网友表示 看了以后感觉很失望 在新剧里感觉宋慧桥有点憔悴 完全没有精神 法令文有点明显 似乎老了不少 就在很多人对宋慧桥老实的颜值 失望的时候 宋慧桥的对脸拍来了 对于取得这样优秀成绩的影视剧 平台也采访了黑暗荣耀的主演 宋慧桥 在Netherflex平台采访的镜头里 宋慧桥身穿着白色衬衫 搭配浅蓝色牛仔 长裤亮相 他绑着马尾辫 对着镜头展示他的笑容 看起来十分甜美 气质也很出壮 面色红润透亮 看起来青春靓丽 什么中文法令文根本没有 依旧秦春无敌 看起来就像是二八少女 宋慧桥哪里能够看得出来 他41岁了 很明显 采访镜头中的宋慧桥 比黑暗荣耀里的他要好看很多 可能是因为当时宋慧桥 为了角色减肥过猛 导致他的状态没有平时的好 所以会有观众评价 他在黑暗荣耀里看起来有些疲态 再者说了 你们看了新剧就知道 其实这都是角色需要 本身在这部剧里 宋慧桥就是一个36岁的穷女人 为了省钱十几年都在吃紫菜包饭 这样简单的食物 以至于营养不良 这样一个卧薪肠胆的复仇者 肯定更显憔悴 也不知道这样的角色 要化妆的多漂亮 难道不显得突兀吗 当然周围影迷觉得 宋慧桥真的算是敬业的演员 不在乎颜值呈现的衰老的法令文 不在乎没有滤镜 更不在乎装往老了去打扮 相比于前夫宋真基 一直在营销依旧鲜入的颜值 小毛君觉得 孙慧桥在理解野员之路上算是胜出了 另一方面 所显作的剧本所呈现出的演技 也能看得出来事业的发展能力 所以说野员只能很辛苦 为了角色 有时候需要伴仇 这都是为了艺术牺牲 现在的孙慧桥又恢复了遗忘的状态 笑容甜美 整个人看起来很有活力 对比开幕前的预告中 巧妹被朝脸崩 正如后遇症 这些流言蜚语 这次的采访状态和新剧的口碑 都是最好的回应 很多粉丝希望孙慧桥可以好好休息 继续保持这样的状态 当然也有不少人希望 孙慧桥主演的《黑暗荣耀》的第二季 快点播出 不得不说 巧妹真的是腥风轩雨的体质 就在经历了理婚隐影 脸崩风波之后 刚刚打出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巧妹又被造谣了 近日 泡在国 网络疯传 孙慧桥和男艺人陈宜优正在恋爱中 并曝光了相关细节 据报 陈宜优和孙慧桥在拍摄现场左顾右半 只要两个人偷偷同进城里 共处两个多小时 引起了关注 媒体说 现场有工作人员的证词 在拍摄现场 孙慧桥都是笑容满面 和以往都有所不同 决于怀疑小时六岁的陈宜优恋爱的原因 还表示孙慧桥喜欢年夏南 而陈宜优也曾表示 自己喜欢姐姐类型的 该喊妹还称 是因为刚分手不久的孙慧桥 听说宋优金恋爱的消息后 就想找到新的恋爱对象 碰巧和陈宜优最近接触的比较多 对陈宜优展开强烈主动示爱 动摇了陈宜优的心 这段想长16岁的姐弟恋 让大家讨论不已 视频发出后 立马有粉丝 辟谣了视频中的男子不是陈宜优 而且陈宜优从未公开表示 自己喜欢姐姐 但韩国新闻网络辟谣表示 这是来自于油管up主制造的假新闻 韩国网友呼吁用法律手段 制裁网络营销假新闻的行为 原消息因为直接带入了艺人的大名 很快在网络上扩散 也发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有网友十分的心疼孙慧桥 在隔一段时间就被造谣一次呢 还是希望他能够找到一个 稳重踏实新兴的男人 好好在一起幸福生活吧 不过一网友表示 两人目前都有新剧播出 是需要一些热点的 诸所周知 孙慧桥的新剧《黑暗荣耀》正在播出 而正遗妖的新剧 Eatland也于上个月月底播出 驱魔题材的剧 口碑也十分不错 两个人都有在播剧 释放出一个恋情绯闻 确实能够让两个人的热度增加不少 不过这种需要的新闻 大家看看也就过了 若纯粹是为了热度 感觉有点阴谋论了吧 比较令人担心的 其实还是孙慧桥 泡赛国媒体 辟谣所谓的新恋情后 友王忍不住感慨 为啥一直给他造黄谣呢 没有其他谣可以造了吗 也是这已经不是 孙慧桥第一次被造这种谣了 2016年时 泡赛国某网友就造谣 他被榜养 孙慧桥公司对其展开提告 最终该网友被罚款300万 在更早的2013年 孙慧桥就被几十个 泡赛国王抹黑 当时泡赛国解放就已经澄清 这些都是谣言 还了他一个清白 2019年 结婚两年后的 孙忠基和孙慧桥死得很难看 孙忠基怒砸心房 孙慧桥很脸去办理婚手续 两人迅速切割 成为苦大丑生的院偶 让我们吃瓜群中饿碗叹息的同时 也会觉得莫名其妙 到底是什么仇什么愿 让曾经的美好 就这么消失殆尽呢 尽管两个人都没有给出离婚的原因 但两个人肉眼可见的 在离婚后被消耗 从我脚颜值下降 不在甜美眼神中带着冷漠 而孙忠基看起来也不在眼光 看起来一遇藏老 两个人的事业就此搁浅 伴随着疫情 三年在娱乐圈中都沉浸了 随着时间来到2022年末 宋仲基率先带来一部作品 才发现的小儿子 前期剧情还可以 但到最后 却在一片浪尾的骂声中 惨淡收尾 评分也从8.5直线下降到7.3 宋仲基的演技更是被大家诟病 虽然剧不结了 但宋仲基于前前日 无预警的公开恋情 算是抢争了一波热度 不过令人在意的是 宋仲基公开的时间点 刚好再前期 宋慧桥的新剧 黑暗荣播出闲信 也许只是巧合 这个举动引发寒往一篇阴谋论 认为宋仲基 热爱时间点太过巧合 故意压缩前期 纤细话题 而黑暗荣耀剧组 也的确在第一时间 取消了主演们的访谈 虽然剧组只好表示 是因为剧集 分上下剧 觉得现在不合适 但仍引发诸多揣测 后来的事情 大家也都知道了 乔妹新剧上下号 无论是演技还是口碑 都完胜宋仲基 复仇女神 宋仲基并不是这么容易被打倒的 除了黑暗荣耀这部暴剧 巧妙的代言 没有断过一档接一档 从美妆保养 到史上景品全囊括 照样式广告女王 虽然宋慧巧因为感情问题 遭到大众骂声不断 但其实系数下来 她公开热爱的男友 也不过三个 而且谈感情时 也是相当低调 宋慧巧与对方 坠入爱河时 她会将整颗心奉上 一心一意的投入 值得恋情不会有所保留 或许在我人眼里 看起来盲目 罗孟 甚至有些恋爱脑 然而却展现了 宋慧巧对于爱人 以及对待感情的赤城之心 在宋慧巧的影音生涯中 公开热爱的男友只有三人 分别是李炳线 选宾和宋忠金 然而即便分手了 她也从来没有说过 前任半句不是 对每一次的相爱对象 都给予了最大的尊重 对于宋慧巧来说 她没有在爱情里沉沦 而是选择了 继续在事业上发力 因此当我们看到 她的成绩后 对那些离婚后的诟病 即显眼碎语 也就不那么在意了